點下去以後 旁邊就會出現了 我選擇箭頭 這把內箭的剪刀就會出現喔 哈囉,我是薛婷六 今天跟各位同學們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讓你在平面設計的排版上 會有小小幫助的兩個方便的小功能喔 首先看到畫面中 左右兩邊 通常在進行產品說明的時候 會在產品的上下左右放上尺標 來說明產品的尺寸 通常繪製的方式 我們會繪製一條橫線 還有兩條小小的直線 但其實有個最快的方法 畫面中右邊這個尺標 其實它只是一條線 所繪製出來的 那要如何將我下面 繪製出這個新的直線 變成跟上方一樣呢 首先打開筆畫 如果你沒有這個視窗的話 點選視窗 筆畫 點下去以後 我們要打開它下面的選項 點開右上方的視窗 顯示選項 下面部分有箭頭這裡 你可以看到左邊以及右邊 分別都只是一條橫線而已 今天我要讓畫面中這個線條 變成標明產品的尺標的話 在箭頭的選項往下拉 可以看到這裡會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是 第27個箭頭這一個 點下去以後 旁邊就會出現了 那我右邊的部分也要出現 一樣點選箭頭右邊這個選項 選擇箭頭27 這樣就會出現了 利用這個方式 來排版進行繪製 商品尺寸的尺標會變得很容易 在這裡分享這個小技巧給你們 那再來第二個 下方的設計可以看到兩個封口夾 首先這封口夾 就是一般我們在市面上看到 有些產品會提醒消費者 這樣產品要從虛線的地方撕開 所以在進行平面設計的時候 會放上個剪刀來提醒 像你們現在看到這把剪刀 本身是一個繪製的物件 其實剪刀的部分 在內建筆劃也是可以做出來的 像畫面中右邊這個封口夾 我點剪刀的部分 它會變成虛線上面 在這裡各位同學們一定猜到了 沒錯就是使用筆畫下面的箭頭 我在箭頭底下呢 我選擇的是畫有剪刀符號的箭頭 那我今天將箭頭回歸到最原本的無 選擇最上面的無 這是原本的狀態 那我今天要讓剪刀出現的話 一樣使用黑色箭頭 點選虛線 然後在筆畫的選擇下面 在箭頭底下 我選擇箭頭 這把內建的剪刀就會出現喔 那以上分享兩個小方法 再讓你進行排版上能更加方便順利喔 那喜歡這影片加個喜歡 把影片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